一个是公认韩国最富,一个被特制烧钱专家, 全智龙和家私厅比拨,到底谁更有钱? 咱先来说全智龙,全智龙作为韩国的顶流, 几年前在北京车展站个台,三分钟就净赚1800万人民币, 平均一秒钟9万多,去参加了咱们国内的一个某男综艺, 出厂费要价500万人民币,坐在香奈儿的高定秀的赌场上, 笑嘻嘻地输了500万美金,眼睛都不会多眨一下, 这就是有钱任性的资本,早在2012年, 那可是十年前,那时候他就自报过版权费高达7.96亿韩元, 再加上这么多年的积累,就算他现在每天躺着不动, 光靠版权费就能最少年入8亿韩元, 而且他是韩国唯一拥有黑卡的艺人,黑卡是什么程度, 那是一个人最高信誉的象征,想刷就刷,无所畏惧, 拿他刷架飞机都不成问题,为了更好的欣赏日落, 他在首尔最昂贵的地区,购置了一套顶层公路, 价值人民币5189万元,几周到建了两家咖啡馆, 一家平均每天至少都能赚到13900美元,除此之外, 他对房地产还有大量的投资,买房子跟咱们买盐一样轻松, 800万美金买一座以爱丽丝为灵感的建筑, 2700万美金,再购入一套更好的别墅, 坐架是价值48.9美元的兰博基尼,冰箱里全是松楼, 鱼子酱,鹅干酱等极其昂贵的食物, 甚至一个苹果手机壳都是全黄金的, 该说不说,有多少人和我一样,买个手机都心疼的不行, 更别说比手机还贵的黄金手机壳, 那是想都不敢想,能和全智龙财力相媲美的, 可能甚至还要更好的就是, 同为万千少女偶像的贾斯汀比伯了, 据2018年的福布斯统计, 仅一年的时间,贾斯汀比伯就进账了8350万美金, 这可是5个亿人民币啊,而且只有一年的时间, 我这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, 早在2009年,15岁的比伯就开始拿钱进行投资, 给多个卫尚市公司投资百万美金, 还被很多人称为风险投资家, 现在更是持有十多个公司的股份, 在和海力公布婚屑后, 他直接买下了价值18亿人民币的天价豪宅, 名下坐拥11辆价值百万, 甚至千万的兰博机米, 买巴赫,奔驰等豪车, 出门随便开, 想看哪辆看心情, 实在都不想开, 人家有自己的私人飞机, 去看个越富越美, 只有70英里的路程, 私人直升机直接到达, 随便送妻子的钻戒, 就高达1300多万人民币, 出门流逝不想住酒店, 那就租下上百万一晚的大宅, 而且贾斯汀比伯虽然年纪不大, 出道却已经十几年了, 每首歌曲几乎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 据悉, 他光版权费一年, 就最少能收个5.2亿人民币, 该说不说, 在版权费这方面, 全志龙和贾斯汀比伯相比, 那确实是逊色的戏, 毕竟作为组合成员, 全志龙的版权费盈利, 是要进行分成的, 除却版权这部分费务以外, 如此好使好用, 花钱如流水一样的两位世界巨星, 你认为全志龙和贾斯汀比伯, 谁的财力更胜一筹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